欢迎来到二轮坡小酒馆 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女作头饰系列中的一部《地狱鸡》 话说盲女剑客阿世经历了诸多绅士的坎坷以后 从此开始浪迹江湖,四海飘零 成为了一个令人闻风丧难的赏金猎人 有天阿世又杀了一个无意高强的浪人 领取了二十五两的赏金 虽然作者刀剑舔血的买卖 但在杀戮之外阿世依然是个性情中人 当时他在旅途中邂逅了一位无家可归的姑女小蝶 虽然两人相识不久,但却情投意合 从此便以姐妹相称,姐妹旅行 另一边,话说在一个地下赌场中 一群街头混混正在和一个妖艳美丽的女子赌钱 他们本是那天打算截杀那位浪人,领取赏金的那帮人 只可惜记不如人,随命折将不说 最后反被一个女剑客抢了生意 众人心情本就不好 结果今日又输给了这位女子一大笔钱 更为可惜的是,女子竟然还出了钱 结果双方就此爆发了冲突 没想到这位女子也是毫不示弱 立刻亮出了后背的毒涉纷身 原来此人,便是江湖上人生黑发而言的女杀手 此人阴狠歹毒,诡计多端 在江湖上可谓是臭名昭著 就连使用的武器也是一条由女子长发辨真而称的长鞭 可见死在她手里的人是多么的凄惨 最后那帮人打她不过 只好副手称臣做了阿言的手下 话说当时有个负伤的女儿不久前离家出走 直近杳无音信 黑发阿言得知消息后 便缓成自己绑架了她的女儿 企图敲诈负伤一笔赎金 但负伤请来的中间人也是个昏迹江湖多年的老前辈 在没有看到负伤女儿之前 她绝不会拿出赎金 黑发阿言无奈之下 只好再想办法将负伤女儿弄到自己手上 其实那位负伤的女儿 正是此时此刻在阿世身边的女子小蝶 小蝶因为和父母发生了不愉快 便赌气离家出走 结果半路上正好结识了 自有顾虎伶仃的猫女阿世 小蝶对阿世一见如故非常崇拜 从此也不打算再回到家里 只要和阿世一起浪泥天涯 其实每次看到小蝶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样子 阿世也不免有些怀疑 小蝶根本不像个自由失去双亲的孤儿 但因那阿世人海飘凌 截然一身 自从有了小蝶陪伴左右 也是好不容易有了个情怒姐妹的知心人 也就没有多想此事 不料随后不久 黑发阿言查出了小蝶的身世和下落后 便找机会将阿世狂骗了出来 然后派人潜入客栈 接走了小蝶 事成之后 阿言也是洋洋自得 便索性将一切告诉了阿世 那阿世听后不禁大为疑惑 这才怀疑小蝶或许并不是个孤女 因为不太可能有人 会为了一个孤女出两外两的高额赎金 他本于在问个明白 谁知阿言不愿多谈 早已抽身离去 不料随后不久 阿言的手下接走小蝶以后 却又找到了阿世 原来这帮人虽然表面上投靠了阿言 但心里根本没有把他当为事 他们知道阿世和小蝶情同姐妹 便打算让阿世出嫁二十五两买下小蝶 那阿世听了以后 便索性将计就计答应了这帮人 随后他便小生失忆小蝶 接下来一定要务必站在原地 说完之后 阿世便将钱袋往天上一扔 随后一刀将其砍破 中文正看得发呆时 阿世早已一个箭步冲过去 救下了小蝶 原来阿世一开始就知道 这帮人只是想骗他的钱财 根本没有打算释放小蝶 他这才将计就计救下了小蝶 事情过后 阿世也对小蝶隐瞒自己身份的事 不免有些怨言 但看到小蝶声泪居下非常委屈 想必背后也是有难言之隐 小蝶既然不便多言 阿世也不再多问 此后两人依旧姐妹相待 随后不久 当阿炎带着中间人前来交易时 这才发现 他的这帮手下竟然将小蝶丢给了阿世 黑发阿炎自然是怒不可恶 当即就将这帮蠢货送上了西天 另一边得知了小蝶的真正下落后 中间人便带着蜀金找到了阿世 他通知阿世拐走别人的女儿 恐吓人家父母 实在有为江湖道义 并让阿世拿到这笔蜀金后 立刻将小蝶送给他的父母 直到现在 阿世这才得知 小蝶赌气离家出走的事 不过此时此刻 小蝶坚决不肯回到父母身边 中间人见此便好心提醒小蝶 他口口声声 称为姐姐的这个猫女阿世 可不是一般的人 此人乃是一个杀人鲁马 手上沾满鲜血的赏金猎刃 和此人为伴 注定会一辈子血雨腥风 永无宁日 虽然小蝶听后 一点也不为所动 依然要留在姐姐阿世的身边 但中间人的话 却无意间出动了阿世内心 最痛苦的地方 他本来一心向善 奈恶生活却将他一步步 推向了地狱深渊 事到如今 别人反倒嘲笑他的 冷血无情 舍陷心肠 想到此处 阿世一时间情绪激动 神色大变 既然在别人眼中 她是个掳死恶毒的女人 那她也要做一个 悟空一切 藐视一切的恶人 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和陪伴 她随即让中间人带走小蝶 阻止他们的姐妹情谊 也到此为止 后来等到中间人 声拉硬拽 将小蝶带走以后 毛女阿世一个人 故作坊中 不知不觉间 万千的心事 涌上心头 虽然阿世一直在自我安慰 让她习惯这种 孤独凶恶的生活 但在内心的深处 她依然对这样的生活 感到茫然和怀疑 对于普通人的生活 她的内心依然有种 压抑不住的渴望 与此同时 黑发阿炎因为上次的事 一直对阿世恨人露骨 后来有一天 她找到了阿世 非要一决高下 出口恶气 黑发阿炎的鞭子虽然厉害 但在建树超群的阿世面前 未免有些不堪一击 没有几个回合下来 阿炎便败下阵来 不过最后 阿世倒也并未像网上一样 杀死这个手下败将 此时此刻 她早已对那种杀戮行径 有了深深的厌恶 黑发阿炎见死 随即她便使出了看家本领 释放了几条致命的毒蛇 偷袭了阿世 结果阿世防不胜防 最后被一条毒蛇咬伤 生命堪忧 话说阿世中了蛇肚以后 只觉得体内疼痛男人 一直也越来越模糊 她一个人恍恍恍恍的 动走西逛 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向何方 最后阿世在一片河滩上 昏倒在地 差点就此一命呜呼 好在后来 一个名叫猫座的村民救下了阿世 经过猫座几日的细心照顾 她的身体渐渐好转 一点点的恢复了过来 同时经过这几日的朝夕相处 两人之间也渐渐陌生了感情 猫座有意 让阿世留在村里和她一起生活 虽然这里的日子艰苦 但只要勤奋努力 日子倒也尚可过得去 阿世虽然有心如此 但影响到自己手上沾满的鲜血 她觉得自己是个罪孽深中的人 配不上人世间的这份美好 所以阿世上线有些疑虑 并未立刻答应猫座 当时这里的村民 为她躲避高额的赋税 经常会将稻谷 四次藏起来一部分 结果这样的是 为当地的黑帮头目文藏知晓 她便仗着村民不敢曝光的事实 大肆掠夺村民藏地的粮食 好在最后 村里来那一位 无意高超的浪人奸起 这才挺身而出 制止了文藏的抢劫行为 文藏心里自然有所不甘 正在寻思如何 对付那个强悍的浪人时 结果阿严正好找上了门 这次阿严 恨带来那一个 来自大明朝的导客 只见此人面容阴冷 身手不凡 实力不容小觑 随即两人一派即合 打算联手对付阿世和那个浪人 后来有一天 阿世独自在家 唱着歌谣 玩弄着小爹的手球 不料这时 黑发阿严突然来访 随即将阿世叫了出去 黑发阿严本于 仗着大明刀客的主针 让阿世输得心服口服 没想到阿世 经过这段宁静 想喝的寻常日子以后 对于杀戮和决斗这样的事 早就没有了兴趣 任凭阿严如何叫本 就是不肯抽头应战 结果阿严见此 立刻抽出鞭子 制服了阿世 为了激怒阿世 他就让自己的手下 企图强暴阿世 面对如此 苦苦相逼 最后阿世终于忍无可忍 随即拔出刀来 立刻将那个暴徒 一刀斩杀 鲜血的味道 立刻让阿世 回到了以前那种 凶狠嗜血的状态 随即阿世 便和那位大明刀客 大打出手 一决四雄 这位大明刀客 虽然轻功了得 可惜战斗力 也就那么回事 几个回合下来 便被阿世一刀斩杀 黑发阿严见此 也只好暂且撤退 另谋他路 话说阿世 连斩了三人以后 也轻轻的回到了家中 此时此刻 他情绪低落 对于刚才的杀戮行为 倍感遗憾 猫座当时 还以为阿世 早已离开了村子 不免有些伤心难受 看到阿世回来以后 猫座不禁惊喜不已 非常开心 他赶紧拉着阿世 说着就要为他 洗去脚上的泥垢 猫座的一番 深情厚意 让阿世感动之余 也有些内疚和自责 他便将自己刚刚的杀戮行为 告知了猫座 并说自己是个杀人鲁马 手上沾满鲜血的赏金猎人 猫座曾经救过他的性命 他一直对此非常感激 但他们毕竟不是一路人 他实在不敢接受 猫座的感情 不如今日就此别过 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为好 不料猫座听了以后 立刻拦住了阿世 他祈求阿世留下来 做他的妻子 他并不在乎阿世的曾经 并且现在 他早已一刻也离不开阿世 猫座的深情让阿世大为吃惊 他那冰冷的心房 也逐渐开始融化 最后阿世还是勇敢地 接受了猫座 并决定抛开锅坊 开启新的生活 初次成为别人的妻子以后 阿世也是倍感惬意 有了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对于这位美丽的新娘 这里的村民也是非常喜欢 只是上次阿世 斩杀大三个不苏之客的事 不小心被催眠得知 虽然他们并未因此而疏远阿世 还承载阿世的剑法非常了得 但阿世此时早已放弃杀念 听到如此夸奖 反而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来因为阿世 斩杀那三个恶人的事 猫座很因此 收到了官府的 还拿一笔奖金 不料回家的路上 猫座遇到了黑发阿炎 在阿炎的软磨硬泡下 猫座一时糊涂 便来到了一家赌商赌钱 结果不但输掉了这笔赏钱 还盗现了赌商老板 五十两债务 当然这一切都是黑发阿炎 和黑帮同目文藏的一场阴谋 他们随后便以此为娇胁 企图上猫座 劝说妻子阿世 为他们除掉一个人 那个人当然就是 他们村里的守护者 让人无视奸骑 他们想以此挑择阿世 和奸骑的矛盾 让他们互相残杀 猫座受到他们的死亡威胁 最后也只得无奈的 答应了此事 回到家后 猫座只觉得对不住阿世 医生也不知道 该如何向阿世开口 只是一个人生着闷气 就在阿世不明就里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文藏的手下突然来此 将一切的原委告知了阿世 并且威胁阿世说 如果他拒绝为他们杀人 他的丈夫冒座 只有死路一条 当时文藏早已探听出了 村民藏匿稻谷的地方 并且已经残杀了一个村民 当时奸骑觉得 随后不久 文藏必定会带人 前来抢劫粮食 免不了一场大战 在所难免 奸骑姐看得出来 阿世早已决定放弃杀戮 过普通人的生活 他便劝说阿世 从现在开始和冒座躲在屋内 切不合出来 他决定以一己之力 处理此事 避免阿世卷入其中 但迟到如今 阿世的心早已在难平静 对于那个过普通人生活的梦想 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或许有些人注定要走一条 他根本无法选择的路 于是第二天一早 阿世对着冒座 说了一番肺腑之言 感慨他和冒座 一起生活的这段日子 是迄今为止 他一生中最为安心 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 虽然现在他也已决定 再次回到老路 但这段时光 他一定会冥记在心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说完之后 阿世便走出了房间 这次屋内也传来了冒座 为同欲绝的哭声 但阿世最后没有再迟疑 不过阿世并非要替文藏 除掉前期 恰恰相反 他打算指导荒荣 彻底除掉文藏这个败类 前期看到阿世 再次拿出了手中的飞红杖剑 不免有些遗憾 但阿世觉得 他在仙月中一路走来 也必将这样一路走去 和冒座的爱情就像一场奇历的美梦 或吃或早都会结束 人有的时候不是自己选择的道路 只是那条道路选择了那个人 无论怎样挣扎 人都不可能摆脱过去 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 说完之后 阿世便告别了前期 独自踏上了最终的决战之路 电影足足用了四五分钟的镜头 描绘了这场大战 最后自然是文藏和阿炎 全都被阿世悉数斩杀 不过本片的结局非常耐人寻味 电影并没有安排一个 大战之后的收尾剧情 而是在阿世无休无止的杀戮中 战斗中 电影突然戛然而止 这也预示了阿世今后 不可逃避的沙发 流账的宿命 这部由著名时代剧导演 松田定次制造的续作 无论从沙震镜头 还是感情描写与思想意境 都可谓是本系列的巅峰之作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